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圳建立宝队的队长李伟峰打进了其个人职业生涯最精彩的一个进球 随后李一大帝大发神威 头顶脚踢临下两成 就这样深圳建立宝主场三比一战胜了上海深花 提前两轮 他们获得了球队历史上第一个联赛冠军 这也是贾A更名中超之后诞生的第一个冠军 当主裁判孙宝杰吹响中场哨的那一刻 深圳队员们兴奋地冲进场内 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 夺惯了 谁会不高兴呢 然而热闹的场面仅仅持续了不到15分钟 在球队的更衣时里 主教练朱广沪向队员们也在向所有的媒体诉说着一件 与当前欢乐气氛完全相反的事情 很多东西上也不是我们能决定 可是我们还要去做 还要去努力 把你们劳动付出的应该得到的报酬 我们想必须要拿出来 这是我们的想法 我想我们一定能做到 我们能拿到冠军 我们也能把我们应该享受的作业待遇拿到 七月的工资和奖金 一点都没有给 我们队员都还这样拼 我觉得太可爱了 可是我们上面的人太可悲了 饿着肚子拿冠军 深圳队显然已经创造了足坛的一项记录 而更糟糕的是 一个冠军对于要钱这种事 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一直到第二年初 深圳俱乐部累积拖欠队员的 九千多万工资奖金 依然有大部分没有结清 这一切注定了新的一年里 新科冠军的悲剧命运 2005年初 率深圳队夺冠的朱广滬上调国家队 曾在大连缔造辉煌的池上滨接过了帅印 屡历比朱广滬更辉煌的大池 来的显然不是时候 他完全没有想到 老朱的精神力量 竟然是这只未免之师 仅存的唯一动力 联赛前九轮结束 拥有七名裹脚的深圳 打出了四平五负的梦幻开局 期间池上斌为了扭转颓势 轮换着使用了26名球员 换了八次队长 最终依然以失败告终 解除四上名为教练组 教练班子的教练组 现在接到这个就是迟到下课这个 我听脱了吧 什么心情啊 天亮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李毅的天亮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成为那年中超最火爆的流行词 也坐实了之前当地媒体疯传的 球员和池上斌之间 有着巨大矛盾的传言 而在两者的较量中 似乎球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池上斌却有话要说 2005年5月18日 池上斌联合俱乐部代理董事长杨赛欣 在北京召开了那场 轰动中国足坛的新闻发布会 三个月不到三个月 我把一个冠军队伍带到这个 这种不单存的技战术问题 队员喝酒打牌赌博 赌博国家明明禁禁止的 我进行了发盘 因为我发款 我这个管理条例 也就两张大家可以看看 是吧 很简单 我 杨诚就和我说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那有人出来就和我们总政局张建在一起 告我工资 放俱乐部啊 不要 我不领了 让他们发 谁发我杀的玻璃 已经成功到这种地步 通过我对深圳足球 这半年的结果 中国足球搞不好 不仅是黑哨的问题 体制的问题 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每个在这个球队出现了 球霸 七行霸市 控制比赛 想让你今天能让市场兵主教练走 明天就能让总经理走 对吧 我听说 某些队员很高兴 打沈阳肯定是赢球 2比0 为什么 我有奖金再给那边买那边队员吗 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吗 这个足球还是什么搞的 这愚弄全国人民啊 愚弄我们这些投资者 这次发布会 首次在中国足坛提出了 球霸的概念 而李毅的天亮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也在事后被当作球霸的标准语录 到底孰是孰非 球员和主帅之间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往往都忽视了 当时深圳队的状况 04年下半年 惠中天恒集团注资深圳队 实际上成为了最大的股东 但是深圳队的欠辛历史 没有丝毫改变 在持上宾下课前后 球队已经拖欠了队员 联赛 杯赛 亚冠 攻击五场赢球奖和八场平球奖 总额超过五百万元人民币 在饿着肚子拿完冠军后 再度遭遇欠辛 球员们的心态实际上已经处于失衡状态 而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下 球员是球霸也好 教练是球霸也好 都是畸形环境下不正常的产物 这些球员去年经历一年 今年又这样 我觉得叫谁换成任何一个人 可能都不会受得了这些东西 对吧 今年又是这样 我们本来已经把自己要求放得很低很低 但是得到的还是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对吧 尤其像我这种还赔钱点踢球 我就够有职业道德 北京级老帅郭瑞荣 随后取代了池上斌 担任了球队主教练的任务 但球队的成绩并没有多大起色 老帅在扛了几个月之后 同样选择了放弃 我也希望要求队员在今后的比赛当中 更加努力 还是那句话 把深圳的球迷能够拉回到足球场上来 臭气的太臭了 他们不发工什么要求人怎么气啊 看来今天这场就听见什么样子了 又不好好打 那这有什么意思 这不是欺骗我们球迷吗 为了深圳 我没有功劳 但是我付出了许多 我问心无愧 如果说让我下课 领导一句话 我就告了还乡了 是吧 但是我喜欢这支球队 我喜欢这支球队 我喜欢这支球队 我要尽我最后的力量 现在的 这就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二十年中最著名的一次球队内乱 因为这支球队是冠军 因为这支球队云集了当时国内最好的球员 同时也因为它诞生了球队这个概念 多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认为它是在特定环境下短期出现的现象 实际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现在的球员普遍认为球霸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 球霸就是一个扁意思 就是怎么理解 在球队里装大哥说老大 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这样 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外界的一种 或者是媒体人 或者是球迷 或者是什么 就是跟球队一些搭不着边的这些人 说的一些的话 我在球队里经历了这么多年 如果真说球霸这个词的 认真说的人 我没遇到过 就是从来没遇到过 除非大家开玩笑 可能是用到一句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词我觉得对于我们内部来讲 是不存在的 倘若真如徐亮所言 那么我们应该十分的欣慰 因为即便那一年是黑暗的 是有球霸存在的 但那一夜已经翻过去了 现在的天依旧是亮的 不是吗 有球颜色的 有球颜色的 二球颜色的 我已经是证明了 失词了